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绣花鞋 在乡下有这么一个习俗 那就是人死了之后 生前所用的一切物品 你比如说衣服鞋袜 药品食品 饰品等等 都要拿到离家里边远远的大路旁边 烧了或者是扔掉 说是房者死者呢 太过于恋家而阴魂不散 一同丢弃的 还有为死者做法的时候 用过的那些个道具 法器什么 说是这些法器呢 都已经染了阴气了 失灵了没用了 乡村里边的人呢 知道这个习俗 所以忽然在某个早上 你要是发现路边上有一大堆的衣服 或者是奇形怪状的法器物品 就也不用惊奇 只要是远远的走开就好 更不要去捡回家呀 东西 怕这些个东西跟了你的身子 当然了 也有例外的 那就是命太贱的人 比如说乞丐 流浪汉 疯子 傻子什么什么的 这些个人呢 是可以捡来死人的物品 占为己用的 因为上天怜悯这些个人 天无绝人之路啊 给他们一些生存的福利 但是如果是正常运输的人 你一时无知或者是贪心 捡了这些个大陆旁边的丧物回家 那这个人可要走了霉运了 甚至说遭遇到阴灵缠身的事情 话说在那一年的冬天 异常的寒冷 这极少出现的霜冻的山乡里边 在那一年竟然也飘起了点点雪花 东种的农作物算是做不成了 乡民们只能咸下来了 这男人们卷着被子 在这下午五点钟 暮色沉沉的时候 就开始在家里边喝酒 或者是打牌 孩子们早早的上床 躲进了被窝里边 女人们则坐在被窝的旁边 一边跟着姑嫂聊着家常 一边穿针引线的 为家中的老幼织棉衣绣花鞋 争取在这一个冬天 给大家做好了衣鞋 村子里边有一个叫春香的妇女 她也正做着这样的事呢 只是她绣的花鞋呢 实在是太难看了 线头杂乱的 尺寸大小 也往往不合适 孩子们的脚丫子 丈夫看着了孩子那嫩脚 被春香所做的那个鞋 勒得紫红 就抢过了春香 手中的线球扔到地上 大发雷霆 春香便委屈着哭着 我一个外乡过来的女人 我哪做得了这种绣花鞋呀 你有本事 你在本乡里边娶一个专门做绣花鞋的娘们过日子去吧 两夫妻在房间里边撕扯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上 春香便赌气的拾了几件衣服 要去香阁两山的姐妹家里边过夜 天寒啊 这山路上一片的寂寂 草丛早已经被这风雪压得是连根枯萎了 这山间只有时不时的从树上掉落下来的枯枝 几只寒鸭飞过 发出哇啊的声音 春香跨着个小布袋 小心翼翼的迈过了一座山间的独木桥 嘴上仍然是喃喃的骂着家里边那个挨千刀的野蛮汉子 抬头之间就看到桥头不远处有一堆衣物 那一堆花花绿绿的衣物有心有救的 大多数都是孩童的衣物 旁边凌乱的摆放着一些个布娃娃 塑料玩具等等 那地头上插着三只已经燃烧完毕的香火 那春香匆匆的看了一眼 哎 脚停下来了 他细细的看了起来 这堆衣物里边有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特别的漂亮 这鞋面上是以金丝线细细的点缀着的花兔喜鹃 红白黄搭配非常好看 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竟然有如此巧夺天宫的气息呀 更不知道是哪家的女子竟然这样抱恬天物 这外乡嫁过来的女子感叹你 或许是对本乡习俗的不甚重视吧 又或者是对于这绣金花的鞋特别的爱心 她便弯腰拾起了这双小巧玲珑的鞋子 放进了自己的小布袋里 等着春香气消了 傍晚从姐妹家回来 把这五岁的小女儿抱了起来 从布袋里拿出了一双崭新的红色绣花鞋 往那小女儿的脚上一套 说来也奇怪 这绣花鞋大小刚好符合小女儿脚丫子的尺寸 就像是专门为了小女打造一般 看着小女喜笑颜开的 撅了个小嘴 故意的把那脚抬的高高的 让其他的小伙伴炫耀着她的崭新绣花鞋 春香也该心 心里边一丝忐忑也就放下了 丈夫从邻居家里边喝酒回来 看着小女儿脚上穿的漂亮的新鞋 她知道是本家的婆娘 今天到姐妹家里边要来的东西了 也就鄙夷的看了一眼春香 带着酒气上了床 这一家人睡到了半夜 春香便被小女儿梦中的声音声给惊醒了 于是她坐了起来 睡眼轻松的望着旁边的小女儿的床 那床上边被子盖得好好的 小女儿呢 却在梦中皱着眉 一压的喊着疼 春香爬起来 爱怜的抚摸了小女儿的额头 额头却也不像是发热似的 反倒有一些凉 春香喃喃的说了一句 这鬼天气 也冷得过分了吧 她便把女儿抱到了自己的被窝里边 捂着 旁边的丈夫 眼睛也没睁一下 翻了个身 继续地睡着 春香轻轻地拍着自己的小女儿那背脊 睡了过去 自己正睡到朦胧的地方呢 便感觉到被窝下边有一双小手 沿着自己的大腿滑了上来 最后抓到了怀里边的小女儿的脚丫子上 这小女儿便开始呻吟着喊疼了 春香知道是丈夫不正经吗 她被骂了一声 你可没良心的 她女儿好容易睡觉 你去来这般坐坐 还不放开你的猪蹄 她见到丈夫翻睡在一边没动静 春香就更来气了 伸手进到被窝里边抓住了那双手 正要甩到一边去 却忽然之间停住了 因为抓在小女儿脚丫上的 竟然是一只皮肤滑嫩的小手 只是这双小手很有力气 春香用力地掰了一下那小手指 那手指纹丝不动地 牢牢地握在小女儿的脚掌上 春香大吃一惊啊 此刻是睡意全无的 颤抖着双手 她慢慢地掀开了背脚来观察 那被窝子里边一个穿着 碎花连衣裙的小女孩 正趴在春香的脚底下 瞪着一双圆圆的大眼睛 看着春香的 那嘴角上挂满了斜斜的笑意 她的双手始终相嵌在自己女儿的小脚上 春香立刻就呆住了 这 这是哪来的孩子大半夜的 接着她瞬间反应过来了 她把这被子一扔 哇的一声尖叫 全身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她怀里边抱着女儿就叫下了床 熟睡当中的丈夫被惊叫声给惊醒了 睁大了翻身起来 看了看那光脚站在地板上不停颤抖的妻子 和她怀里边嚎啕大鼓的孩子 不明所以 大半夜发生什么神经啊 妻子面如土灰 只是惊恐着指着床尾处的棉被 丈夫转念一想 难道是有耗子啊 大手把被子一抖 却是一粒沙尘都没有 一个死婆娘 胆得这么小呢 接着她把那被子一扑又睡过去 春香精心出定啊 难道是我自己看错了吗 还是刚才做了噩梦了 满腹惊疑的她 哄着怀里边的小女儿重新睡去 她已经是接近凌晨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 太阳才勉强的露出来 春香起床 认真地把被子抖了几遍 确定了是一尘不染 叠好了被子 回过头来 拿起了放在小床下边的红色绣花鞋 正要帮小女儿穿上呢 却忽然之间想起了 昨天晚上的那一幕了 不管是真是假呀 她都留了后怕 春香认真地观察了一下小女儿的脚丫子 除了脚背上有几条极淡的手转抓痕 却也并没有大碍 春香拿了一颗大白兔糖来 哄着小女儿穿上了另外的一双保暖的布鞋 便把这一路上捡来的绣花鞋 拿到了村外边大路旁边仔细地看了一眼 终于挥手就扔掉了 这白天里边小女儿也不再喊着脚疼了 丈夫又找了几个好朋友来家里边喝着小酒 春香弄了一盘卤水花生米 拌了那是猪耳朵做了下酒菜 便抱着小女儿跟那姑嫂一旁聊起来家常 家庭和乐一天无失 当天晚上等众人散去了 那已经是冬日里边伸手不见五指的二经天 丈夫送走了客人便关上了大门 春香则抱起了已经睡熟在自己大腿上的小女儿 回到床上轻轻地放下 这两夫妇刚刚忙活完了 正要盖背睡觉呢 大门上却全来了敲门的声音 春香喊了一声 谁啊 不见有人回答 丈夫又睡在床上一动不动的 他便急不情愿地披上了衣服起了床 那大门刚刚被打开一条小缝 一阵寒风就卷了过来 他全身一个机量 他不禁把外衣裹紧了 私下里边看了看 黑夜里边没人 地上只有一根被寒风吹得来回滚动的枯树枝 难不成是这枯树枝敲打着大门 春香把那树枝捡起来 扔向了房檐下的柴火堆 关好了大门就返回来 他脱了鞋子上床 丈夫就问他 谁啊 没看见人 就在这时候 你确定没看见人 便快手地把衣服拿起来 穿上下了床 两夫妇打开了大门 亮起了门前灯 四周一瞅 只有阴风呼啸 哪有什么人的动静啊 这两夫妇拿来的手电 向那门口四周各个角落照了一圈 确定了没人之后 便惊疑着关好大门往回走 可是这一回就不敢再睡去了 只当是有贼人前来偷盗 故意的投食问 这两夫妇在床边上坐了一会儿 再没有声响了 便照看了一下家中的财物 觉得安全了 就再一次的睡下 这大门呢 却又不早不迟的 又被敲响了三声 这俩夫妇一惊啊 同时站起来 丈夫小声的指着指 侧房的膝窗 这膝窗正好可以瞄见 大门外边的场景 两个夫妇 摸痕走到了侧房那边 打开了一个窗角 向大门外边 就这么看了一眼 原来夜色当中 只见一个朦朦胧胧的 像是穿着连衣裙的 小女孩模样的人影 正在机械声弄的 敲打着大门 两夫妇当时就是一惊啊 这大半夜的 怎么会有小孩呢 春香的脑海里边 突然之间涌现出了 前两天夜里 钻进自己被窝的 那个小孩 于是他打颤着牙 向门外那个身影 打开了手电筒 照了过去 那穿着碎花连衣裙的 小女孩 发现了背后照来的光 慢慢的转过身来 一个脸面苍白的 小女孩 扎着两条 羊脚的小辫子 脚底下穿着一双 异常显眼的 红色旧花鞋 黑着眼睛一看 他咧着一张 缺了门牙的大嘴 正斜斜地望着自己 正是那天 在被窝里边 冷冷地抓着小女孩 脚掌的那个小女孩 春江大叫了一声 她就要晕倒 旁边的丈夫也害怕了 快快地关了手电 颤抖着双脚 扶着春香回了房门 关好了房门 幸好房中正在熟睡的小女儿 没有任何异样 这夫妇俩人慌忙地 从一个红色的匣子里 找出了那年 在村庙里求来的 观世音的佛像 恭敬地摆在了 桌子的中央 点上香火 双手合十 他嘴里边不停地念叨着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啊 人在极度害怕的时候 那就只能是求神了 说来也奇怪 门外竟然再没了那个响声 夫妇俩人也不敢再去开门了 春香只是懊悔万分地 跟丈夫说了那事情的原理 自从在山间的独木桥树的 一堆当中 捡回了一双漂亮的绣花鞋之后 这恐怖的怪事便连连发生 丈夫当时就大骂她 以为这路上的东西是随便捡的吧 你个傻娘们 更何况你都说了 那地头上还插了三只 没烧完的香呢 这不明白这死人的东西吗 你这婆娘你也忒贪心了 你怎么跟死人抢东西 我都把那鞋子扔得远远的了 哪知道还会有这样的怪事发生啊 夫妇二人是一夜无眠 等到了天亮太阳出来 听到村子里边有人声走动 这俩人才收起了观世音菩萨像 战战兢兢的走到了前厅 打开大门 门外边早起的村民 都已经在家里边招呼着 未鸡未督了 孩子呢也哭闹着要吃的 村庄是一片祥和 两夫妇出来一看呢 看了一看前门的院子 却是一个脚印都没有 大门上也没有手印 两个人正惊疑着呢 抬头之间 却猛然之间发现了 门前那早已经干枯的大树上 挂着两个红色的绣花鞋 那鞋子鞋插在树枝上 一眼看过去 倒像是这腐朽的裤枝上边 长出了两朵 艳丽的大红花 非常诡异 毕竟连死人的东西都捡来了 那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啊 如果被村民们知道了这事的蹊跷 那是要留下长久的花饼 两个夫妇思虑了一份 等邻居进屋去喂孩子吃早餐之后 才拿着长膏 悄悄的把那树上的红鞋子拿了下来 吃过了晚饭 夫妇两人把这小女儿 暂时交代给了邻居大嫂照顾 便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装着红色绣花鞋 还有一些黄纸糖果等等贡品 避开了村民 来到山间的独木桥处 把鞋子放在那儿 堆到那一堆花花绿绿的孩童衣物当中 那堆衣物呢 早已经是落满了灰尘了 不时的有几只黑色的蟑螂钻入钻处 两夫妇在那地头上摆下了糖果 点了三根香火 烧了一碟黄纸 虽然不知道是哪家夭折的孩子 却也是念叨着 无意打扰了此人的亲戚 现在专程来赔罪 鞋子也还你了 那孩子 你收了贡品就去吧 此间的衣物你若留恋 我也帮你火化掉 你留着在阴间好好的保暖 无所牵挂 说完便点着了另外的一碟黄纸 作口 要把这绣花鞋 还有那一堆衣物烧了 烧一个干干净净 这火点了好几次啊 那堆衣物上面 徐徐的冒出了一股子白烟 眼看着火苗溅起 这时候山间却凭空来了一阵怪风 地上蓬草乱飞 浓烟摇曳 上空乌云渐距 山间也是慢慢的阴暗起来 一场阴雨 不久就到了 跟之前不知道谁插在地头上的三只香一样 这一次的香火也只烧了一半 便被那雨水给浇灭了 地上糖果被风乱刮了一地 两夫妇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那潮湿的衣服堆上边的红鞋 仍然是明艳的摆放在那 想起火已经是不可能了 两夫妇是又冷又凉啊 也不管的那么多了 匆匆的看了一眼 吸饱了雨水的绣花鞋 便急松松地奔回到了村子里 刚回到了家门口 邻居大嫂便抱着正哭闹的小女儿出来了 见到俩人这般狼狈的模样 就说了 呀 难不成 你二人掉到湖里了 你家小女儿一见下雨便大哭起来了 就想办法哄也哄不好 好不容易等到你俩回来了 这 这咋还闹成这个般模样啊 丈夫没说话 春香勉强地笑了笑 这 这外出遇上大雨了 也没办法 这番有劳大婶了 接过小女儿 小女儿却在妈妈的怀里边也一直哭个不停 哄了大半天 还叼着一个奶糖慢慢地睡下去 这当天夜里啊 花小群的小女孩走进了房间 头发湿漉漉的手里边拎着一双沾着灼黄泥水的红色绣花鞋 也不见着她那邪笑的嘴巴有何动作呀 却发出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喜欢这鞋子就拿去吧 但我要小妹妹陪我一起走 说着便慢慢地转身向小床当中的女儿伸出了一双小手掐住女儿的脖子 两夫妇同时惊呼了一声 不要 历史从梦里边惊醒过来 尽管是头疼欲裂啊 但也是瞬间爬了起来 走向小女儿的木床边上 床边上早已没了那个小女孩的身影 只是那双那天被扔在山间上的红色绣花鞋 不知道为啥竟然又摆在了那小床下 两夫妇吃了一惊 急急忙忙地望向了床上的小女儿 只见那熟睡当中的小女儿开始哇哇地哭了起来 接着便是哽咽着哭不出声 就像是喉咙当中有一口痰在卡着 粉痰的脸蛋上也憋得慢慢地成了镜子 两夫妇是又惊又急呀 慌忙地抱起了小女儿 抽打着背脊想给她喂些水 小女儿红着眼睛把嘴张得大大的 水却直往嘴边流出来 一滴也灌不进去 眼看着小女儿气若油丝了 这两夫妇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吧 只能是哭 冒着雨连夜赶向了村头老庙柱家里 这老庙柱呢熟悉中医 平时在村子里边什么神神怼鬼的事啊 他也帮人看看 往往是一副草药就能够让村民们的病治好 在村子里边呢威望非常高 此时两夫妇带着哭腔极色的拍门 屋里边徐徐传来了一个老人的声音 哎呀 没过一会儿 一个带着老花镜 留着一串山羊胡子的老人 便走了出来 老庙柱一看两个羽人 还有怀里边的孩子也是吃了一惊 急急忙忙的让门进来 把小女孩抱平了放在竹床上 先是宁神把了脉 便快手的从墙边老药柜上 挑了一单一阵 吩咐着春香丈夫 用那个铜铁药中 把这药都给捣碎了 丈夫着急啊 把那药捣了半天 老庙柱从书侠里边夹出了几条 写着符录用的薄薄的黄纸 沾了朱砂 便是宁气的画出几道黄符 这时候那丈夫手下的草药已经捣碎了 老庙柱拿过了开水壶 把那草药蟹子先冲水泡了一泡 一阵白雾生起来 屋子里边顿时生出了一阵清新的草药 接着把那黄符烧了 以灰 和着那草药汤倒出来一碗来 急急的吹了一口热气 叫给这小女儿灌下 小女儿仍然是张着嘴巴 脸色紫灰 只是这汤药不再往嘴边流了 竟然直直的往小女儿的喉咙当中去 没过一会儿小女儿转了转眼珠 一个侧身 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浓浓的黑痰 紧接着便是畅通无阻的放声大哭了 额头一阵热冷汗直流 小脸蛋也渐渐的粉红了 春香见着小女儿终于有了声色 也是大哭的抱着小女儿入怀 眼睛眼泪鼻涕的都流出来了 都是妈不好 都是妈不好 两夫妇对着老妙柱姿势一番的感激体力 等心静下来 两夫妇便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 跟着老妙柱说了一遍 春香一边说还一边内疚着哭了起来 老妙柱叹了口气 哎 这夭折的孩童啊 因不甘此生苦短 怨气很大 再加上这孩童尚未惊世 幼稚无礼 脾气无常 不怕天浅 那是极难至压之收服的 而且这怨童孤苦无依的 你拿了她的东西 那她自然要纠缠于你啊 两夫妇就着急的说呀 那那如何是好 妙柱也是无语 春香爱抚着抚摸着女儿的脸蛋 哽咽着说 总不能 真的让她带走了 带走了我家小女儿吧 过了一会儿 妙柱看着这一家哭哭啼啼的 喊了一口气 哎 方法呢 也是有的 只是这个方法太损因得了 用这方法 你们的后半生都不好过 或者贫困潦倒 或者短命无偿 父母的爱都是伟大的 就算是贡献了后半生 也要一心的为子女的安康做铺顶 就算是自己一生贫困 也要一心为子女的温饱 贡献永生力 老妙柱见着两夫妇坚持的 就说了 那红色的绣花鞋可还在啊 接着就交代了一个处理此事的办法 第二天 两夫妇早早到了镇上 买来了一袋大红苹果 还有一袋包装精美的糖果 都用两个黑色的布袋装着 然后把那双湿漉漉的小小的红色绣花鞋 分别的埋藏在大红苹果 和那色彩鲜艳的糖果当中 再在上边放了一些钱 对着红鞋子说 今天带你出去玩的啊 接着 买票 随意的上一辆长途大巴车 当然了 他们要多买一张票 两个藏在鞋子当中的布袋 要占一个座位 过了五站之后 两夫妇便假装 忘记了带走那两个黑色塑料袋 就下了车 而那长途大巴呢 在接下来的旅途当中 如果是哪个新上来的 坐在那布袋旁边的位置上的乘客 砍掉了袋子里边的钱和水果 一级为那是哪家去探访 亲戚而忘了拿走的礼物 一时贪心 带了两个布袋下车 那碎花连衣群的小孩 便跟着他而去 如果这袋子最终无人发现 那这院童便会停留在这大客车之上 每到凌晨 这开车的司机便会发现 车上总坐着一个穿着红色绣花鞋的小女孩 春香加此后 也没在什么怪事 冬天的日子里边 男人仍然是卷着被子 在下午五点钟左右 便在家里边喝酒或者是打排 孩子们早早的就躲进了被窝里 女人们呢 都坐在被窝旁边 一边聊着家常 一边穿针影像 为家中的老幼稚棉衣 一切如常 至于那后半生的事 谁又能够知道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绣花鞋的故事